北施信医区中坡南路在昨天中午12点多发生一起车祸事故 当时有一辆公车擦撞路边的小火锅店 店面的招牌还有哲雨棚都被撞歪 现场一片狼藉 也波及到老民路人树伤 赵世司机表示 当下他准备要近站停靠时 突然身体不适感到晕眩 才会让车子失控不充 建完出人员还有结构技师评估之后 确认建筑物的主结构没有受到影响 而交通局则表示将开罚公车业者三万元 民众在渡边等待看见公车出现 站出来回首示意 没想到下一秒公车突然失控偏移 暴冲往渡边撞 当时公车突然冲出来撞倒机车 路边一名女子根本来不及闪躲 也惨遭波及 而当时正在店内吃饭的民众目睹撞击瞬间 吓得整个人跳起来 事故现场一片狼藉 只见公车卡在店门口 店面招牌遮雨棚被撞歪摇摇欲坠 指甲碎片散落满地 造势公车直接卡在店门口 动弹不得 这起惊悚车祸发生在台北石信义区中坡南路 中午十二点多 一让公车当时准备进站 却突然失控擦闯到路边一间小火锅店 造成店面毁损严重 买完便当直接走出便当店 然后就看到公车在转弯 然后我往前要去牵摩托车的时候 公车就直接撞倒摩托车 摩托车就很扫到我身上 我就被撞倒了 受伤的陈小姐回想当下身死一瞬间 还心有余悸 而这起车祸事故还造成 当时一名在站牌边等公车的 二十六岁方姓女子受伤紧急送医 得知女儿受伤 父亲急忙跑到现场 气愤的要找司机理论 驾驶同仁在开车的时候 突然身体不适发生晕眩 我们公司都有定期做健康检查 然后这个相关的资料 我会主动送到主管机关 据了解造势的零星驾驶 年资四年八个月 虽然酒撤职为零 但供应处表示将全力查明事故原因 并且会先依法处分业者三万元 而这起车祸造成店面毁损严重 两人受伤 客运业者及驾驶 恐怕难逃后续相关久责 接着林文宇若维台北章报道